台湾总统缴税给美国政府 这句话虽然很荒谬 却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马英九总统的绿卡问题 多年来迟迟未解 根据美国的肥卡条款 马英九就必须在今年6月30日以前 主动向美国缴税 每期一追税砍向马英九 台湾总统要向美国纳税 5月是台湾人忙报税的时候 但马英九现在更头大的 可能是他还得缴美国的税 根据美国目前在全球铺天盖地追税 所适用的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 也就是俗称的肥卡条款 今年7月1日起 外国金融机构就必须将 具有美国籍或绿卡的客户账户资料 提供给美国国税局 而马英九的绿卡虽已过期 但他从未正式宣告放弃 依法就必须申报纳税 本刊为求证马英九的绿卡身份 是否符合美国国税局IRS的查税对象 特别以马英九的资料 向IRS网站的国际服务寻查 结果隔天就收到IRS来信证实 根据肥卡条款 马英九必须向IRS报税的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在IRS所回复的判定绿卡是否有效的三原则里 马英九的绿卡并未失效 第二呢 关于绿卡的问题 我在1977年左右 曾经为了申请助学贷款 跟在美国的工作的需要 以依亲的方式取得了绿卡 但是在1980年代的后期啊 就不再使用 以后呢 赴美法论都是向美国代台协会申请签证 依照美国的法律 申请签证就适同放弃绿卡 哎 马英九绿卡的自动失效论 如果不被接受 依照今年美国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税制规定 马英九目前年薪千万将会被科以急剧最高的39.6% 马英九薪资入账的台湾银行 也确定会配合美国从7月1日起开始提供账户资料 而如果马英九现在想放弃绿卡 也必须缴一笔契级税 根据马英九的最新申报资料 他的存款高达7000万元 以符合缴税条件 也就是说 不论马英九要不要理会他的绿卡问题 他缴税给美国政府已是确定的 而且马英九的资产中除了薪税 还有一票30元的选举补助款 这每分每毫都来自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现在却要被马英九部分上缴给美国 实在令台湾人情何以堪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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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